有車的朋友或多或少可能都會購買到車用的配備 但是有一些配備你根本就不應該買你知道嗎 還有我們之前在節目當中有跟大家討論過 最值得而且最可靠的一些汽車品牌 但是這一次Toyota既然被擠到了第二名 到底是誰拿下了冠軍呢 除了汽車的可靠度之外 大部分人在買車的時候還是會按照個人的需求來買車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好好的來討論 外媒推薦了大家在不同的需求下 有哪一些車是最適合你的 那首先我們就先來看看 最近有一起新聞的事件是受到大家的關注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新聞 國道上休旅車撞翻在扎道口 車上駕駛乘客通通摔飛車外 警消貨報趕到現場展開救援 好幾名消防人員圍在單架邊固定傷者 快步將人送上救護車 過程中消防隊員持續實施CPR 但單架上的男子傷勢嚴重 已經失去意識 接過 接過 救護車上有醫護人員接應 將傷者安頓好快速送醫 事故現場 車禍休旅車180度翻車 幾乎撞成廢鐵 車上零件散落在路旁草叢 車內物品被衝擊力甩飛到車外 休旅車左前輪還飛到對向車道 輪框和輪胎皮分離 還有公路段清潔人員走下車道間的凹槽 清理噴飛的汽車零件 事發在國道4號雜道接往國道1號 22號凌晨2點半 一輛銀色休旅車行進雜道 不明原因自撞路旁水泥護欄 一路失控跨過草皮 直接飛撞到國道1號上翻車才停下來 國道上路牌被撞斷 休旅車安全氣囊全部爆開 車禍當下 車上6人通通被拋出車外 消防員在附近搜索 發現有乘客甚至被甩到30多公尺外 一人還在加護病房搶救中 相關單位出動吊車將休旅車翻證 警方持續在現場搜索尋找車禍原因 從送醫傷者身上驗出酒精反應 不排除可能是酒駕釀成車禍 但詳細原因警方還要調查 一場歡樂的烤肉趴結束之後 竟然在國道上發生這麼嚴重的意外傷亡 而且當時6個人在車上都沒有系上安全帶 是不是愛達 其實從這個新聞我們可以看幾件事情 首先這是一部時下非常流行的大型豪華休旅車 我們知道它是一輛Lexus RX 那RX 基本上其實它有五人座 六人座以及七人座的車型 在這一起事故當中我們可以發覺到 總共有六個人在車內 因為發生事故的時候被拋出了車外 注意首先我們先不管說這個車子到底有沒有超載 因為本來RX就有五人六人七人座 那六個人為什麼都會被拋出車外呢 我們在畫面上其實可以看到 車體其實雖然因為翻覆 但是你可以看到整個乘客艙的部分 其實車體結構都還算完整 即便它的輪胎飛出去 但是它的車艙的部分都還是非常的完整 而且安全氣囊也都有作動啟用 所以基本上如果人沒有拋出車外的話 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活命的機會 那麼這起事故有四個人當中死亡 另外兩個人送醫急救 那其中有一個人 而且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傷勢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發覺到 警銷的部分它也檢驗了死傷人裡面 還有酒精反應 不排除是酒駕的行為 因為六個人都被拋出車外 也不知道哪個是駕駛 如果六個人都有酒精反應的話 那就肯定是酒駕的行為 但是為什麼會被拋出車外 一般我們上車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系上安全帶 輔助性能是在撞擊的時候 提供你一些額外的輔助 以及安全的防護 如果你沒有系上安全帶 像這樣的事故發生的當下 人拋出了車外 才是造成人員很危險的一個主因 那奇怪了 現在新世代的車輛怎麼說 一上車你行駛你沒有裝安全帶的時候 會怎樣 逼逼逼 都有一些警示音響 警示的一些裝置燈號 提醒大家要系上安全帶 結果後來警銷在這台車 又發現了一個很關鍵的 致命小物 這個在一般的七二百貨店 你隨手都可以買得到 叫做安全帶的插銷 也就是說如果你不系安全帶 你只要把那個插銷給插上去 這個車就不會嗶嗶叫 而且其實在早期台灣開始推行說 上車一定要系安全帶的時候 警方有強力的去抓 取締為系安全帶的一個狀況 可是台灣並沒有針對隔熱紙的部分 有一些法令上的限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路上很多的車子 開過去你根本不知道裡面有人 有幾個人 因為全車玻璃黑到底 所以也讓不喜歡系安全帶的一些 駕駛乘客有機可乘 所以他可能去買了一些這樣的安全帶扣 插到這個安全帶扣上面去 就不會有安全帶警告的一些聲響 他就這樣開車 但是沒事的時候還好 如果發生了像這樣子的交通意外事物 因為他乘車速過快 撞到了砸道的邊緣 甚至翻過了到隔壁的車道 翻車的狀況之下 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非常多的人 會因此而被甩出來 這個時候就讓這個人的性命 真的是完全在處於曝露在危險之中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像這樣類型的產品 其實是非常的要不得 對啊 因為這起意外的發生 所以讓各界開始探討說 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問題存在 你如果說要是到車用的這些百貨裡面 去買這些所謂的車用配備的話 有哪一些真的要不得 真的不可以買像安全帶的插膠 甚至於現在不是有很多的半自動輔助駕駛嗎 有些人還刻意的去買了一些在方向盤上面的 所謂的配重的東西 那個惠仁哥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些東西你真的用起來 跟你的生命在開玩笑對不對 沒錯 其實看了這些配備 我覺得真的就是傻眼 背後三條線 我覺得就像剛才艾達講的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事故 他就是發現了這個安全帶插燒 對 安全帶插燒這種 其實你在網路上幾十塊 到基本上就可以買得到的 但是我為什麼要買這個東西 因為我知道像我接觸過有些長輩 他覺得上車綁安全帶 覺得有被舒服的感覺 不舒服 因為你不上安全帶的話 他因為現在的座椅都有壓力 壓力跟警測器 你坐上去 你沒有插上去 他還會一直叫 就覺得很煩 所以他就有這個東西就會出來了 好我可以不用安全帶 那我也不要讓他叫 就把這個插進去就好了 對 實際上你根本就沒系上安全帶 對就沒系上安全帶 那這種 所以說我覺得實在這種 居然 我們為什麼沒有這種東西出現 就是有消費者的需求 他才會有這種東西出來 對供需的一個平衡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實在是非常非常要不得 我們從剛才看到上面那個案例 還有Ida講的這樣的東西 你看我們看上面那個案例是 他安全氣場全部都作動了 對 照道理講 然後車身剛性 你看也都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嚴重的一個東西 但是照道理講 如果你綁上安全帶 你在車內的話 對 至少可以確保你的安全度會大增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在 很無眼 讓我們再看一下方向盤配中快 這更無眼 因為我們知道 這道理是要幹嘛的 這因為我們現在知道主安 這樣主動案就是我們 Level 2 你方向盤可以稍微 他可以慢慢開 可以居中 對啊 因為現在車廠會設定是10秒到15秒 你就要去碰他一次 他就會提醒你 這個是必要的 因為車廠一直講說 其實要零事故 是你現在道路上要全部是自動駕駛 才有可能零事故的一個狀況 現在是你的車有自動駕駛 其他車沒有自動駕駛那怎麼辦 他說用這個來提醒你 每10秒15秒就要去碰他一下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必要的安全處 現在消費者就覺得 就是我這樣上高度10秒10秒 就要碰他 碰完一下就覺得很煩 這個就又出現了你看 方向盤配重快 你只要把上這個之後 你就可以一路上 都完全可以不用碰他 然後就可以在裡面睡覺 真的是很過分 我想要補充一下 因為目前在法令上 全球法令上的要求是 基本上大概就到Level 2 所謂的半自動駕駛 還不是全自動駕駛 那基本上Level 2是不允許什麼 雙手駕駛人的雙手離開方向盤的 不允許駕駛人雙手離開方向盤 所以車廠才會有這個偵測的機制 比如說他偵測到感覺你駕駛人 沒有失利在方向盤上面的時候 大概10秒到15秒之間 他覺得你都沒有在操控方向盤 他可以判斷說駕駛人手是離開方向盤 所以他會做一些警示的提示功能 叫你一定要主動的去介入車輛的方向盤控制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系統只是一個輔助的裝置 輔助讓你車道維持 那麼現在都是所謂的電子式的方向機 車子怎麼知道我們沒有控制 就是靠反作用力 電機馬達沒有偵測到主力的狀況之下 他就相形而言 他就認為我們的人沒有在控制方向盤 所以基本上坊間的廠商研發出這種所謂的配重塊 就是在方向盤加速上的一個重量 持續有一個重量失於方向盤的轉向的電機 電機受到主力 認為駕駛人是一路有在控制方向盤的 其實這個時候通常駕駛人已經雙手離開方向盤 已經吃便當吃了好一陣子 車子其實根本都不知道的狀況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配備 因為我必須還是必須再次強調 現在這個Level 2的半自動輔助駕駛 僅止於輔助的功能 我們不能全部的去仰賴這樣的一個設備 來代替駕駛人去操作車輛 所以駕駛人哥像這樣子的這種車用的配備 我們都知道它有這個危險性 那為什麼還會有廠家會出這個東西 那不就是等於是違法嗎 對啊 那有人說是不是可以立法來禁售 對我也贊成啊 對我們都很贊成 那只是真的我覺得這種就是一個市場的供需的一個問題 你很難靜靜說你不能賣 我覺得不能賣 我覺得這很難 我還是要再次呼籲消費 我是我們的車主 剛才Ada講了 就是這種現在所謂的不管任何的阻被動安全 它是屬於輔助的一個功能 所以它會再三地提醒你 它是純屬於輔助 所以你還是要 你人還是要隨時隨時去注意它 但是降低你的一個駕駛 長途的一個疲勞感而已 你還是要去注意它 那這種 不管是這種方向盤的配裝筷 安全帶的插銷 我覺得這種消費者要 不要有那種小聰明 你說我終於買到花小小的錢 我就可以幫助我這樣長途駕駛的時候 會將盡我的安全平台 我覺得真的不行 對 我們還是要呼籲 汽車安全帶 你一定要上 把汽車上的時候 你車上的不管再多安全氣囊 還有什麼主動安全 才有作用 你一定要在車內 如果你在車外它怎麼保備 對它要把你固定在座位上 你的其他的座動安全才有作用 對啊 所以觀眾朋友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們在買車的時候 買一台安全的車 就可以保護我們上路的時候都很平安 但是記得 你一定要系上安全帶 因為如果你安全帶面系上 它怎麼保護你 再安全的車 都沒有辦法保護到你 我們在買車除了考量安全 很多人還是一樣 也會考慮到車的妥善率 所以我們常常會看到 每一年其實都會有評選出 所謂的最可靠的汽車品牌 我們就來看一下2020年 沒想到 往年都在第一名的Toyota 既然被擠到第二名 到底是誰這麼狂把它擠下來 羅哥 好我們就立刻揭曉 大家對第一名這個品牌 一定非常的驚訝 非常的熟悉 充滿問號 竟然是Mazda 怎麼會 好奇怪 雖然它的安全也很可靠 但是為什麼是它 為什麼它是最可靠的汽車品牌 因為 我看他們的評論的結果 分析 這個分析我覺得有意思 他說 因為他們的新的車型 沒有採用這種比較可能 出狀況的動力系統 什麼意思 動力系統就包含了 可能出狀況什麼動力系統 引擎 譬如說Turbo 譬如說這個什麼Hybrid 在Mazda都沒有 所以 就是old school的 對比較old school 所以它的引擎不會出事 還有 變速箱也是 它也是用這種自排 很傳統的 六速自排 它不會用DSG那種什麼 自動雙離合器 自動手排變速箱 它沒有啊 它什麼都沒有 就是都不會出問題 對它就是魂動漂亮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把NA引擎發揮到極致的這些做法 所以它竟然就打敗了Toyota Lexus 變成了第一名 哇這個邏輯挺有趣的 對這個邏輯蠻有趣的 然後第四名的別客 你看這一看就知道 這是美國的消費者報導 第五名Honda 哎呀這個它進步了很多 它據說去年的時候 它還在10名外 那2020年竟然一許進步了七名 跑到第五名 而第六名現代 哇這個正的H鞋的H都分居五六名 所以現代的這個可靠性 耐用度什麼可能也越增加 對 然後第七名是Dorge Ram 這是美國獨有的 都做大型的 我們台灣比較少 那第八名是Subaru 哇你看看 Subaru啦 這個現代啦這些品牌 你不覺得它都是一直不斷 在穩定的成長 而且它的妥善力也不斷的在成長 對 這樣美國人真的特別喜歡Subaru 尤其它就是全能全時四輪驅動 對不對 在北美會下雪的地方開車就非常的安心 第九名保時捷 哇這好像是唯一的歐洲車廠 進排行榜的 最可靠其實的品牌 所以這個也是蠻有趣的 第四名 Dorge其實這個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比較大的通用 什麼雙B啦 什麼Audi啊 對啊Audi這些都沒有 所以在美國人的心目中 這些品牌 他們是認為最可靠 這個當然可以讓我們參考一下 對對對 還是有它的道理 尤其你看日本品牌 韓國品牌對日本品牌是絕對的占大宗 那美國自己的品牌只剩 這隻山羊跟別克 這個相當令人意外 對 其實有裡面大概七個品牌 我們大概都還蠻熟悉的對不對 但是有最可靠就有最不可靠的 是啊 剛剛羅哥講美國的品牌 在裡面只有BuK啦 這個RAM啦跟Docchi啦 那冠儀你知道 這一份調查報告裡面 最不可靠的七個品牌是誰 第一名是 墊底的那一位啦 叫做Tesla 喔 美國評選他是最不可靠的